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要太夸张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魏萍 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那我大部分时间是在Renton那边 但是我也会经常过来的 所以其实你们都认得 很感谢神 就是又看到好多的 就开学了 大家又回到教会 从那个假期结束 真的是很棒 好 今天呢我要讲的主题 叫做门徒的舍语德 那那个其实就是回应我们 这个今年的教会的主题 所以先考大家一下 今年咱们教会的主题是 做主门徒 很棒啊 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 事实上呢 我们就是要来做主门徒 带主门徒 那现在其实我现在就想要 问大家两个问题 如果大家觉得 你自己是基督徒的 请举手 挺多的 那现在听好了 第二个问题哦 你们如果觉得你们是门徒的 请举手 好像没有刚才多呀 好 那在一个教会的那个调查中间呢 其实只有50%的基督徒 觉得他自己是门徒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大家有一个误解 就认为呢 基督徒就是相信基督的人 就是基督徒 对吗 您是不是这样觉得的 信主得救 然后呢 信而受洗的人 就是基督徒 那门徒呢 要求很高 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 我就很谦卑的 就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还不是门徒 那圣经上面是怎么样说的呢 像我们要探讨一下 是否是存在着这样一个状态 你是基督徒 而不是门徒呢 你们觉得 会有这样一个状态吗 觉得有的人举手 有 好 像我们需要从圣经来考察 这件事情 到底是何谓基督徒 何谓门徒 首先我们要来看 基督徒这个字 在圣经上面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呢 你如果去查圣经 在新约中间 基督徒这个字 只出现了三次 那第一次的出现呢 是在使徒行传的 第十一章这边 那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这里说到 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他说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 一统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 起手 那基督徒的意思 Christian 你就看到前面是个Christ 然后叫Ian 在英文当中 所以Christian的意思就是 是小基督 或者是说向基督的人 那这边呢 他这节经文呢 如果大家读过 使徒行传 就知道 他这边所说的教会 是指安提阿这个教会 安提阿教会呢 是一个外邦人居多的教会 当时福音传到 安提阿教会之后 那圣经上面说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呢 耶路撒冷的教会呢 听说安提阿教会的复兴 他们就拆派了巴拉巴 这位教会的弟兄 就到安提阿教会去做调查 说这个复兴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巴拉巴呢 就找了当时 其实是已经悔改信主的保罗 到了安提阿教会 所以这边说的他们 就是指的巴拉巴和保罗 那他们两个人呢 就在安提阿这个教会 这个外邦人教会 就做 呆了一年 就是跟他们教会的人 一同聚集 让他们是教训了许多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 是在做门徒训练 所以就看见说 安提阿教会信而归主的 这些门徒呢 这些外邦人呢 他们就跟随基督 就活出了基督的样子 因此被外人就称他们为基督徒 那圣经上面这边 我们要注意一句话 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阿其手 所以呢 你会看到基督徒就是门徒 所以 所以 是门徒先 还是基督徒先 门徒先 你先做门徒 然后才是基督徒 其实跟我们所认知的 完全不一样 那还有一段 比较 大家都熟悉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节 这里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这边呢 其实你看到说 我们通常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基督徒就是 受洗了就是基督徒 那门徒呢 是经过门训之后 才会成为门徒 但事实上 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呢 事实上 跟我们所认知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 因为他说 他是耶稣基督 吩咐的大使命 他是对他所有的 当时的门徒 所吩咐的这个使命 其实也是对我们 所有信主的人 信徒的大使命 对吗 你都承认这一点是吗 然后这个使命 他说是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先 对吧 然后呢 才怎么样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所以你看见 有可能就是说 先做门徒 然后受洗 或者是说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理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就是说 做门徒和受洗 这两件事情 是同时发生的 阿们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门徒这个字哦 他并不是说 好像我们呢 做了基督徒 我们可以 我们受洗了 我们可以就是 stay 我们就是做个基督徒而已 好像就是我们也 就相信就好了嘛 然后呢 那个做门徒 好像还要付上代价 还要做门训 不是这样的 像我们看 看这两节经文 你就发现 是说 门徒和基督徒 是同样的意思 如果你认为 自己是基督徒 那么你已经 是主的门徒了 阿们 好 现在跟你旁边说 你就是主的门徒 阿们 好 那做主的门徒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受洗了 就是基督徒 对不对 那做基督徒 那就是做门徒 那就是说 我相信就好了 那我们事实上在 教会里面 其实也出现 很多这种情况 受洗了之后 然后就发现 大家也没有说 真正的 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然后就变成 好像慢慢的 那些人就走掉了 因为我们经常也就会 做一些这样的 一个统计 就会发现 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需要来知道说 我们做门徒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是在马可福音一章 十六到二十节 我们 基督徒等于门徒 好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这一段经文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 安德烈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 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撒网 对不起 耶稣撒网前走 又见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约翰在船上不忘 耶稣随即呼召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 和故宫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所以这段圣经是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们通常说这段圣经 是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 那他第一次呼召门徒的呢 就是两对兄弟 两对打鱼的兄弟 他们的名字呢 是彼得和安德烈 是一对兄弟 然后约翰和雅各 是另外一对兄弟 我们就看到说 通常我们都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那这些加利利人 他们是住在加利利的海边 那打鱼其实是一个 蛮不错的职业 那按照圣经的描述呢 你会发现 彼得 安德烈 约翰和雅各 你觉得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 他们算蛮富有的是不是 他们至少不能算穷人 因为他们有网 他们有船 甚至他们还有故宫人 所以他们应该算得上 当时打鱼的中产阶级 那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呢 彼得和安德烈他们是说 是在船上 在海里撒网 那雅各和约翰呢 是在船上补网 那我们都知道撒网和补网 事实上都是渔夫工作的日常 他们是以此为生的 就像我们现在说 某某弟兄在Microsoft上班 那就是他的一个谋生的一个职业 或者说我们说 这位弟兄他是牙医 那就是他的career 一个职业 然后呢 他们 如果他们没有遇见耶稣的话 其实呢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是在船上 或者是在鱼 卖鱼的那个市场当中度过 但是呢 他们遇到了耶稣 所以他们的人生方向就完全改变了 因为第十七节这边哦 他说 耶稣说 耶稣说什么 说 哎 这边有 哦没有 第十七节这边呢 他说到 耶稣就看到他们 就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 得人 如得鱼 一样 所以 我们就看到说 一个事实 就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什么呢 就是跟从 耶稣的人 所以 在古代呢 我们看到 就一般我们现在说 我们不太常说 我们是谁的门徒 其实在古代这种从业者 他们是比较多用这种 disciple 就是门徒训练的方式 来带他下一个这种 就是继承他的这个 不管是职业 还是他的思想 他的这个学识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传承 所以作为一个人的门徒呢 就是与这个人同住 同行 跟着他学习 跟着他实践 所以作为一个门徒 他要听他的师父的话 要看这个师父在做什么 他呢 会问不懂的问题 并且得到解答 之后呢 他们要开始学 师父所做的事 所以 你就看到呢 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话 你就看到 这exactly是那个 耶稣在福音书中间 记载的 耶稣如何带他的门徒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耶稣对四位渔夫的呼召 来跟从我 就是一个师父 对于门徒的呼召 那我们其实 对于这段经文中间 更加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 你会看到是这两对渔夫 他们对于耶稣 这个呼召的回应 第十八节这边 他说到 他说彼得和安德烈这一对兄弟 他说他们就立刻舍了我 跟从了他 然后后面二十节呢 说到约翰和雅各这一对兄弟 他们就离开他们的父亲 他们把他们的父亲西比太 和故宫人都留在船上 他们自己呢 他们就跟从耶稣去了 要想到啊 他们这样的一个跟从 事实上是他舍弃了他的那个谋生的职业 那我们就会问哈 哎 为什么 这 这个两对兄弟 他们有如此他大的决心 能够啊 这样好像 马上来跟从耶稣 因为想到这个问题啊 我会觉得 好像 怎么这么 这么突然 哎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有人来跟你说 哎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德人如德鱼一样 然后你就马上 把船舌下了 然后辞去Microsoft工作 然后呢 说好 我去跟从 你会这样啊 啊 一般不会了哈 我们都会删思 那那个 但是呢 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明白的是 其实这不是耶稣第一次遇见他们 以及他们在这一天到底 耶稣做了什么 事实上有more than that 有比这个更多的信息 首先我们看到呢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35到42节这边 他们他记载了 安德烈 彼得和安德烈 遇见耶稣的故事 那当时呢 是安德烈 他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那安德烈他就听到施洗约翰 对耶稣做的见证 施洗约翰就直接跟他说 看哪身的羔羊 然后呢 安德烈就去问耶稣说 夫子在哪里住 然后他就跟从他走了 然后就跟着耶稣在 跟耶稣在一起 住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之后 安德烈才向彼得引见耶稣 并且跟彼得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第二个 第一个二段经文呢 是在路加福音这边的五章 它一到十一节 它事实上是对马可福音 我们刚刚说的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个补充 那如果你去读了一段经文呢 你就会看见说 门徒的回应 就是这种反应 其实非常的有幸福力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群渔夫 他们事实上在前一天晚上 打了一整晚的鱼 什么都没有打到 然后当他们顺服耶稣的话 说在太阳正午太阳正圣的时候 最不可能打到鱼的时候 下王打鱼神迹发生了 那他们就圈住了许多的鱼 王险些裂开 然后这个神迹 我们最近在学神迹嘛 那约翰福音的中间的神迹 这个神迹呢 事实上也是指向耶稣 就是告诉这些门徒 耶稣就是神 因为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完成 所以彼得当时他就向耶稣跪拜 说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神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所以事实上呢 所以你就会看见说 彼得 约翰 雅各 还有安德烈 他们此刻能够立刻 舍下他们的网 舍下他们的船 来跟从耶稣 并不是说 他们好像随随便便 哪个人都会跟随 而是他们真的意识到 他们面前的这个人 就是他们等候了很久的弥赛亚 就是要来拯救的那一位 这样呢 这几个渔夫的经历 其实跟我们信主的经历 是不是很像呢 其实蛮像的 因为我们有人 就是有人向我们见证神 就像安德烈 他原本是 施洗约翰的门徒 施洗约翰向安德烈见证神 然后传耶稣基督是主 然后我们就接受了福音 就相信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因此我们就觉知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成为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回到 马可福音的记载呢 我们要看到 我们做主的门徒 事实上他是从舍开始的 就像这个 他们舍弃他们的船 舍下他们的往 舍下他们的这个职业一样 然后呢 他们的行为看起来 其实很冲动 但是其实呢 是得到耶稣的认可的 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我们来一起念一下 好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投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 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对不起 当你们哪 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乐地基 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这个人开了工 却不能完工 或是一个王 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着梁 能用一万兵 去敌那领二万兵 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 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段 这段圣经我们看到 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他在地上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 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所以当时呢 他的那些以色列人 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他的随从者甚重 可是耶稣却并没有因此而欢呼雀跃 他反而是很严肃的 永远觉得这段话像是在劝退 他好像是要很严肃地跟他们指出说 跟随主做他的门徒 是要付上代价的 他们需要坐下来思考 他们要指示他们的内心 思考他们的抉择 并且他们要计算 他们是不是能够付上如此的代价 最后耶稣就说 他说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而事实上这段话 让我们觉得很可怕不是吗 我们做主的门徒 是不是就一定要像 彼得 安德烈 约翰 雅各 或者是那十二使徒一样 辞去自己的工作 全职师奉呢 那耶稣还说到 耶稣这一段话你看到 他说到他的家庭 这段话其实蛮好实的不是吗 耶稣是说 我们要舍弃自己的家庭吗 我们不要爱自己的家人吗 那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呢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其实都要来仔细地思考考量 好 其实当我们觉知信主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取舍已经开始了 不是吗 当我们 我们信主 我们受洗 其实我们已经在世界 与耶稣 最终的生活 与圣洁的生活和 自我掌控 与耶稣基督 是主之间 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本身其实就是 已经是一个取舍 那 对于是否全职 侍奉 除非你听到 神真的呼召你 说你要放下你的工作 来侍奉神 我觉得这是无比荣耀的 It is an honor 那就像牧师当年就是 神真的对他有呼召 所以撇下所有的跟从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指你的生活的重心 你的生活方式 和你的生活的态度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需要思想的是 在决定跟从耶稣之前 我们原本所看重的那些 我们原本所宝贝的 和我们原本所倚靠的 都是这个 我们所要撇下的一切 Amen 好 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 舍弃什么呢 你要舍弃你所看重的 你旁边说你要舍弃你所看重的 这个世界事实上常常会用 我们的出身 我们的头衔 学历 地位 还有成就 来定义我们的价值 不是吗 久而久之呢 其实这些呢 就变成我们所看重的 那在信主之前呢 保罗这个人 他事实上 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地位 还有他的出身 还有他的成就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 以色列人所能够达到的一个巅峰 但是在菲利比书中间 保罗却这样写到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 菲利比书三章五到八节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 遍亚敏之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一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所以你看保罗他就是 当他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的时候 他舍弃他原本所看重的 他的出生 他的教育背景 他的事业 他的热情 他的名声 他说他为了基督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要你们想一想 什么是你现在所看重的 舍弃你所看重的 其实就是说你不要 不再看重那些了 就不再以他为荣耀 就像保罗 他不再以他存证的出生 杰出的学识和工作的成就 为荣耀 他反而已能够认识基督 得着基督 为他的荣耀 那今年的巴黎奥运会刚刚结束 大家都看了奥运会吗 看人举手 其实 在我想到一百年之前的奥运会 你们知道一百年前的奥运会也是在巴黎吗 不知道 对 很神奇的 其实同样也是在巴黎 1924年的奥运会同样也是在巴黎 那当时呢在田径赛场上就有一位叫做Eric Liddle的英国选手 他是一个苏格兰人 他代表英国队是出战当年就是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 那他最后是为英国队赢得400米中跑 就中场跑的这个金牌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Eric他当时在夺冠呼声最高的项目并不是400米 你猜是几百米 一百米 对 他们当时 他是当时一百米夺冠呼声最高的一个选手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那因为一百米的决赛是在周日 所以Eric就选择退出一百米的比赛 他转而参加在周间举行的400米 那他在赛前其实他400米的成绩并不是最好 他最好的成绩跑到49点几秒 然后在400米决赛之前呢 他就收到他的一个同队的队员递给他一个方形的纸 那上面就写着说 那本古老的书上曾经写到 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 愿神为你成就那最好的 考大家一下 那本古老的书是什么 阿们 那再考虑了一个 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出自哪一卷书 以赛亚书 听我谁说 还有别的答案吗 还有好看 这个也许以赛亚书中也也说过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呢 我知道的是他在萨姆尔机上 那个当神对以利说 就是要惩罚他的时候 他说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 好 所以当时呢 Eric这个人哦 他就跑 他就去跑400米 你们要知道哦 400米跟100米 我没有 我没有跑过啊 跑步从来都不及格 但是 你们有跑过的 你们觉得400米和100米的 跑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吗 很不一样对吧 因为一个比较长嘛 就是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100米就是Sprint 就是拼命地这样冲就好了 可是400米可能他 需要有一些 什么时候加速 这样的一些技巧 但是Eric他跑的时候 他就是用他100米的那种冲刺 他一直在冲 最后他跑出来了 47.6秒的成绩 他事实上是打破了 当年的世界纪录 所以Eric这个人 他就是舍弃了 世人都认为 他应该看重了 得金牌的机会 他就是为了 遵守神的诫命 在主日去敬拜神 那我想说 大家会这样选择吗 其实这是一个 很不寻常的一个选择 你要仔细地去想一想的话 不是吗 因为主日 每个星期都有 我缺一次又怎么样呢 但是 那个叫什么 奥运会 四年才一次 是不是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 就是说一般的人 我们可能就会说 我就缺席主日 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 这个难道不是应该更加 更加看重吗 对吧 那个机会 就这一次 也许他再过四年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参加比赛了 对吧 但是 Eric这个人 他就是 这种门徒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他知道 他是主的门徒 他舍弃 他选择了 去教会 敬拜神 他舍弃了 他所看重的 那一块金牌 Amen 所以 第一点 就是说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是要学习这样的一个 舍弃 就是说 你能够放下 你所看重的吗 好 第二个 我们要舍弃 你所宝贝的 跟你旁边人说 舍弃你所宝贝 好 亚伯拉罕是一位 跟随神的人 我们都说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他相信神的应许 如果在他将近一百岁的时候 他才得着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 那你说 以撒是不是亚伯拉罕最宝贝的人 是吗 我想应该是吧 然而呢 当神试验亚伯拉罕 要他将他的宝贝独生子 献给神 亚伯拉罕他没有迟疑 他就带着以撒上了摩利亚山 将他绑了 放在坛上 举刀叫杀了他的儿子 献祭 这就是亚伯拉罕他愿意为神 舍弃他所宝贝的 神当然不会让亚伯拉罕 杀了他的儿子 在创世纪这边 我们都很熟悉 就第十一到十二节这边 说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就说 我在这里 然后天使就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 后面这一段 他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来不给我 所以回到路加福音 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 他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当神这样说 对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就跟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将你的儿子 以撒线上给我 是同样的初衷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所宝贝的 莫过于我们的家人 我们自己的性命 是吗 那 其实我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神是爱的源头 耶稣基督这个 Agapi的爱 事实上它是极大的扩张了 我们对于爱的理解 所以 耶稣在路加福音中间所说 绝不是说让我们 不要爱自己的家人 而是要我们不要因为 将自己的家人和性命 看得过于宝贝 而以至于忘记去爱神 Amen 这句话你要记清楚啊 因为我上周讲道之后 星期五小组查经的时候 有人还问我这句话 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 我不是刚讲过了吗 所以 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 都宝贝自己的孩子 这一点没错 因为孩子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但是圣经的子女观呢 是与我们的不一样的 我们要了解就是 我们的孩子不是属于我们 而是属于神的 Amen 那事实上呢 你会发现神爱我们的孩子 比我们对他们的爱 更多和更加完全 所以呢 如果我们 以我们的孩子为借口 不来教会聚会 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孩子 看得比神更加宝贝 那舍弃你所宝贝的意思 就是说 当你的孩子的课外活动 和主日有冲突的时候 你要选择 带着孩子来参加主日 Amen 好 第三点我们看到 我们要舍弃你所倚靠的 所以跟你们旁边说 你要舍弃你所倚靠的 曾经有一个少年人 一个富有的少年人来见耶稣 他就向耶稣求问 有关有声的问题 这段经文大家可能都蛮熟悉的 那这位犹太的富家子弟 他事实上从小就遵守律法 他自认为他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的 可是耶稣却挑战他的信仰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然后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所以我们看见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同样是面对耶稣 来跟从我的呼召 这位富有的少年人 和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 马可福音中间的四位渔夫 实际上他们是做出了一个 决然相反的选择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我是觉得 是因为这个少年人 他不舍得 他在地上的钱财 他的一辈子大概都是 靠着这些钱财 过富庶的生活 换取民生 如今耶稣让他去变卖 他所有的来周继仇人 并且跟从 他就忧愁了 他就犹豫了 事实上他错失了 得着永生的机会 那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 其实即便是信主了 跟从主了 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 倚靠我们在地上的财宝 不是吗 那有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我自己特别在意 我银行里面的那个存款 那我心里就有一个底线 那我就觉得 如果我银行存款的水平 降到某个数字以下 我就开始莫名地恐慌 那我那天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那神就提醒我说 我的依靠不是在神 而是在我的银行存款 像这对我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触动 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事实上呢 世界上面的价值观 就是教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 积蓄财富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价值观中 却不是这样 路加福音十二章 耶稣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故事 那这个无知的财主 他田产丰富 家财万贯 他心中非常的欢喜 他就说 我要把我的这个仓房 太小了我要盖一个更大的 然后把我所有的粮食 所有的财物都堆积在里面 然后我就在里面 我就可以一辈子 吃喝快乐 安然度日 神对他说什么 还记得 好 我们来看看神 我一起来念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所以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依靠我们的田产 我们的房屋 我们的银行存款呢 算这些都靠不住 如果你的眼睛定睛在股票上 今天上涨 明天下降 算我们的心就会跟着坐过山车 那如果我们依靠的是 我们自己的努力 那耶稣说 你们连自己有多少根头发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明天会如何 所以 若我们要跟从耶稣 做主门徒 我们要舍弃 我们原本依靠的 我们要单单来 依靠耶稣基督 阿们 跟旁边说 你要单单依靠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刚刚上面说的舍弃 是耶稣说你要撇下你一切所有的 你要舍弃你外在的财物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这些我都还比较容易 但是在另外一段经文中间 其实耶稣说出一段更加惊人的 关于门徒的舍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弃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所以我们跟从主 做主门徒 不但要舍弃外在的一切 我们还要舍弃 背十字架 那舍弃背十字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常常在这边有一些 困惑哈 我现在解释一下 舍弃是什么意思 舍弃呢 它的英文叫做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自己 就是说 什么叫否定自己 就是对自己说不 拒绝自己 那我们先要来看一下 舍弃不是什么 澄清一下 舍弃不是否定你的自我价值 那旁边说 不是否定你的自我价值 什么叫否定自我价值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我不够好 我不可能成功的 我不可能做成这件事情的 没有人爱我 事实上呢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效之一 就是恢复 我们在被造之初的 荣耀的形象和价值 在以弗所书中间说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那保罗所说的工作 这个词是masterpiece 就是杰作 他事实上是在说 我们是神手里的杰作 我们有无比荣耀的身份和价值 Amen 好第二点呢我们是舍己 我们说舍己是否定自己 不是 他不是什么呢 不是否定你的感觉 跟你的旁边人说 他不是否定你的感觉 什么叫否定你的感觉呢 就是说 圣经上面说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 就是应该做个好基督徒啊 那我们是不是 不能够生气 我不能生气 遇到这件事情 我要忍耐 我要人 我要人 我应该明天都很快乐 如果我不快乐 那我就是 不对 这就是否定自己的感受 否定自己的感受呢 常常是伴随着一个压抑 实际上我们是在把它往下压 最终呢 其实会导致的 就是一个情绪的爆发 或者是冷漠 所以 我们的感受 其实是神创造的一部分 我们的感受 就是即便是负面的情绪和感觉 感受是没有错的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一句话 它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去引导 我们的负面情绪 去对待 好 否则己 第三个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是否定你的理性 旁边说不是否定你的理性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说 哦 你要凭信心来认识主啊 你那个 特别是当我们问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遭到拒绝说 你还不要问这么多问题吗 这样子 但事实上呢 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他自己就是 道路 真理 生命 那我们接受神呢 我们确实是需要用超越理性的信心 去接受神 和去接受神的话 就是我们去接受 但是神呢 并不是说让我们放弃我们的理性思考 和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的理性对神的挑战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神是经得起我们的思考 和挑战的神 阿们 那舍己的争议是什么呢 就是舍弃你的自我的 对不起 舍弃 舍己的争议就是否定 你自己的自我 自己 这个假神 否定 就拒绝来崇拜你自己 拒绝服从自我 这个假神所宣称的 就是对自己说 不 我不认识我自己这个假神 我不崇拜他 所以耶稣呼召我们对自己说不 我们才能对耶稣说是 那背起你的十字架这句话呢 也常常会被人误解 那这句话的关键就是在于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十字架到底指什么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 我们觉得十字架就是我的疾病 灾难 劳苦 重担 甚至有人说 我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另外一半 但是 不是这样的 耶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 他事实上对于疾病和灾难 他是去医治疾病 他是去安慰那些个受灾难的人 在劳苦重担 他是说 你们凡劳苦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所以疾病 劳苦重担和你的另外一半 都不是做主门徒 要背的十字架 主要我们将这些交托 我们来祷告 去把它交托给神 而不是自己就背着 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个 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到底是指什么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十字架 这个图 事实上加利利人对于背十字架 首先我要说 就是说有的人就是 就我们现在对于十字架 有一个美好的幻想 我们觉得十字架是一个很荣耀 当然十字架是一个很荣耀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 那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 让我们觉得十字架非常的美好 但事实上 当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的时候 这些加利利人 他们所理解的这个背十字架 他们是有切身经历 因为他们看见过 什么叫背十字架呢 就是当时呢 他们是罗马殖民地嘛 所以在罗马殖民者的统治底下 但凡有人 但凡有以色列人 他们敢于反抗罗马人的统治 或者是他们犯了死罪 都会处以钉十字架的酷刑 为什么说是个酷刑呢 因为这个刑法 罗马人他们自己是不会钉罗马人十字架的 只有这些殖民地的人 他们认为是二等公民 他们才会把他钉上十字架 因为实在是非常的残酷 那当加利利人他们都看见过 他们看见过这些罪犯 被钉十字架的全部的过程 所以当一个罪犯 他背起他的十字架 他走过街道的时候 其实严格地来说 他已经是个死人 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他事实上是被迫舍弃了 他在世上所有的希望与野心 那耶稣呼召门徒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已经死了 他要看自己已经死了 不再是自我中心 不再以自己为神 那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事实上舍己和背十字架 大概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太爱自己 我们的一生 其实都围着自己 和自己所拥有的 一切在打转 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test 如果你今天跟一群人一起照了相 然后大家把那个照片发到群里 你最先看的是谁 都是自己 对不对 你绝对不会说看别人 怎么样 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睁开了 我这个是不是够漂亮 对吗 让我们太爱自己了 我们太爱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那耶稣在这里 他所要我们做的做门徒 就是说 你要不要再去这么在意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耶稣 他就是来做我们的主 他进到我们的里面 他是来take over 我们的主权 所以我们常常说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可是我很多的时候 我们好像只是说说而已 不是吗 真的吗 耶稣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吗 如果耶稣真的是你生命的主 你就是把你的主权这样子 完全地交出去 你就跟耶稣说 你来掌管 我 怎么想 不再重要了 你想的 比较重要 我想怎么做 并不重要 你想要怎么做 更加重要 这 就是舍己 和 悲食之家 Amen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 舍己和悲食之家呢 因为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他自己就是舍己 悲食之家的一个典范 对吗 所以在菲利比书 这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卢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耶稣基督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他具有 他具有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权利 他舍弃了他作为神 一切的权利 一切的优势 他卑微地降生在 这个地球上 世界上 并且是他降生在马草 他在世上行走 三十三年 他形容自己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 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在这个世界上 无家形美容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 被迁到宰杀之地 他被夺去 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 被捡出 你能想象吗 他原本可以让洪水 倾倒下来 将所有这些作恶的 都从地上铲除 既然神已经 用过一次洪水了 他为什么不可以用第二次 他也可以任由我们 这些犯罪的世人 就走向死亡 不是吗 既然我们选择了犯罪 罪的公价就是死 那我们就很公平地 接受神在最后的 审判的时候 被定罪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做这些 他选择舍己 背十字架的道路 他否定了他自己 作为神的一切权利和自我 他纯心顺服 并且顺服到死的地步 为的是将我们这些原本 就要死的罪人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让我们得着 因信靠耶稣基督而有的义 所以耶稣基督 他本身就是一个舍己 背十字架的典范 背十字架的典范 好 好吧 好 不讲了 好 那 好啦就不讲了 好 这样是很不容易的哈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说哈 其实呢 我们做主门徒 我们要舍弃 撇下一切所有的 跟随耶稣 我们要舍己 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这是我们一生 要做的事情 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那今天 当你已经在这个地方 星期天的下午 原本是很好睡觉的时间 可是你却选择来教会 敬拜神 事实上 你就已经在跟随耶稣了 所以你的旅程已经开始了 阿们 那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 好 好吧 我就不讲了 不讲了 我给他做个见证吧 就上周在Renton讲完道之后 那个周五的时候 在我家里有一个年轻人的小组 他们聚会 然后就讲 他们就做了个见证 一对夫妻 非常年轻的夫妻 他们就说 他们 就吵架了 他们 他们周间的时候吵架了 我说你们为什么吵架 他说他们忘了 他们也不记得 就是为了什么事情吵架 可是呢 他就想到了 两个人分开来祷告 他们各自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说 他们事实上 没有舍己 背十字架来跟随主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就 想到说 他们当时 为什么要吵架 好像 那个吵架 原本的原因 都已经 不在了 他最后 只剩下说 想要赢 所以 他们就把这个 想要赢的这个想法 他就把它 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最终 他们就和解 所以我就觉得 特别感动 就是说 当我们真的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操练 舍弃 我们自己的权力 我们的想法 为着主的缘故 做主门徒的时候 事实上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人生 会变得更加的丰盛 阿们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预备好 要来做主的门徒了吗 阿们 阿们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 因为我请那个 金白玉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真的是要来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就是以这样的话语 来教导我们 你让我们 撇下一切所有的 来跟从主 主啊 就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真的是能够 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计划 自己的观念 我们能够向着自己死去 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所看重的 所宝贝的 和我们所倚靠的 单单来倚靠你 单单来跟随你 感谢赞美主 还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请大家站立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令祢恩典 是我能以侍奉你 祢的宣章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祢 北京释迦跟随你 别离的荣耀 显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祢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醒了你跟随你 圣上圣名 给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令祢恩典 是我能以侍奉你 你的宣章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祢 北京释迦跟随你 别离的荣耀 显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祢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醒了你跟随你 我的生命献给祢 北京释迦跟随你 耶稣我爱你 醒了你跟随你 耶稣我爱你 醒了你跟随你 耶稣我爱你 醒了你跟随你 是的主 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赞明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全教会就在祢的面前 我们要跟你说 耶稣我们爱你 主要我们愿意跟随你 做祢的满足 主要求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引导我们 天天提醒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放下自己 盗空自己 让主你自己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得着你 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Amen 神祝福大家